唐三一家和千任雪一家 谁的天赋高呢? 小伙伴们都知道 唐三和千任雪两个人是斗罗中战利天花板 他们的家庭也是斗罗最强大的两个家族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这两个顶级家族的成员天赋 视频开始之前 小伙伴们能否给我点一个小星星呢? 非常感谢 下面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首先是唐三曾祖、唐晨和千道流 他们都是三大爵士斗罗之一 被人成为魂世界的双月 无数魂师仰望的存在 一个是陆地无敌 一个是天空无敌 一个因为罗刹神暗中破坏 导致修罗神传承失败 成为杀戮之王 一个是天使神位的护道者 但据千道流交代 唐晨压他一头 第二就是父亲对比 唐浩对战千讯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初唐浩和阿盈被千讯级追杀 最后阿盈被迫献祭给唐浩 使得唐浩成功突破90级 成为封号斗罗 在十万年红帆的加持下 90级的唐浩犹如开挂 瞬间就击败了举鬼斗罗 并且把95级的千讯级打成重伤 两个人天赋高下立判 唐浩胜出 第三母亲对比 阿盈对决比比东 这个不出意外 比比东胜出 虽然阿盈身为十万年蓝银皇 已经是很强了 但对比成为罗刹神的比比东来说 天赋实力还是差了很多 最后就是唐三对千认血了 这个同样毋庸置疑 天使少主虽然很强 甚至最后修炼成神 但没办法 谁叫他碰到的是挂王唐三呢 你是天使神 我是海神 还是修罗神 没办法 整个斗罗中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所以从这个对比来看 唐三家族的天赋 实力稳稳地压过了千认血的家族 除了母亲之外 其他位置都是稳赢 而且别忘了 唐三还有小五这个十万年浑寿的妻子 而小五的背后 是大明二明和整个星斗大森林 而且还有海神岛和波赛西 这个强大后援 老铁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